无声剑踪的半山腰上,陆雨晴银色长剑倒持在身后,仰头望向封顶,浓厚的云雾依旧遮蔽着视野。 先前还能听到上面不断传来的巨大轰鸣,感受到上面传来的惊人波动,现在却已经停歇了许久了。 似乎那里经历了某种变故,但终于再次恢复了平静。 在陆雨晴的脚边,那几具木质傀儡早已崩碎,散落了一地。 陆雨晴眸光微闪,犹豫再三之后才抬起脚步,开始缓缓时级而上,往封顶方向渐行渐远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悬空祭坛之上,韩丽周身清光涌动,已是满头大汗。 他的七十二柄轻竹风云剑,如今正悬停在祭坛正中的镂空区域的上方,排成了某种特别的形状,如同一个剑阵,彼此之间金色电丝环绕,发出阵阵电流涌动之声。 在下方的熊熊烈焰之中,正有一枚枚各色剑圆圆球不断飘浮而上,涌入剑身之中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下方剑海之中的剑风越来越少。 清竹风云剑中吸收的剑圆越来越多,七十二口飞剑上一散出来的气息就变得越来越繁杂。 韩丽一直盯着这一切,她的心也随之越来越紧张起来。 当最后数十柄剑圆涌入剑身之上,被缠绕着的金色剑芒分解吞噬的瞬间,高空之中突然传出卡的一声响。 糟了,话音刚落,悬浮于高空中的万剑铁券的裂纹当中,绽放出刺目的金光,眼看就要崩碎开来。 有了熊山的前车之剑,韩丽很清楚铁券崩毁的后果,她连忙一卷绣袍,想要将清竹风云剑拉出祭坛,远顿离开。 然而啊,她的法力波动刚一触及到本命飞剑,剑身上便有一道浑杂的磅礴剑气电光暴射而出,将她绣袍打成了粉碎。 她的身躯也随之感到一阵麻木,一时间竟无法动弹了。 就在此时,她手腕上的储物灼忽然白光一闪,一块外形细长,巴掌大小的古怪玉牌从中飞出,直奔万剑铁券而去。 韩丽目光一凝,望向那物疑惑难难。 那是,很快啊,她就想起那物的出处,正是得赐那位圣魁门长老齐衡之首。 齐衡当年和我交战时,也曾使出过出自于无声剑宗的七沙剑阵。 这么看来的话,那古怪的玉牌很有可能,本就是无声剑宗之物。 韩丽惊讶之间,就看到那块玉牌上忽然光芒大亮,变得通透无比,内部金色光丝,凝成了四个古传小字,无声剑胆。 金字浮现之后,那白色玉牌便与万剑铁券光芒相合,渐渐融为了一体,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啊。 祭坛上方的天幕之中,光线昼暗,一片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浓重乌云遮盖过来,里面青紫光芒频频闪动,传来阵阵的滚雷之音。 四周八根盘龙巨柱上,八颗龙手双目目然金光一闪,突然仿佛活过来一般,散发出阵阵滔天气焰,仿佛下一刻就要从八根巨柱上飞升而起。 紧接着,八张龙口纷纷张开,朝着祭坛正中方位喷吐出滚滚的齿焰,大片烈焰在半空中交汇,化为一片翻滚不休的火海。 寒厉见状啊,身体刚有恢复知觉,便立即闪身而出,旋立于祭坛之外。 火海中熊熊翻滚的烈焰倾泻而下,瞬间将整个祭坛吞没了进去。 与此同时,高空之中传来一声震天霹雳,一道青紫雷铺,紫乌云之中垂落而下,淹没尽了炙烈火焰之中,久久不息。 电光烈焰之中已经完全看不到青竹风云见了,就是神石也完全无法渗透进去。 熔炼万箭的铸箭炉,至此才真正形成。 寒历神色复杂,远远的悬空坐了下来,凝神望向其中。 时间一晃,已是三日之后,祭坛周围的八根盘龙巨柱上, 八颗龙手仍然是朝着祭坛喷吐出滚滚的赤焰,淹没整个祭坛的火海啊, 比起三日前更大的气氛。 半空之中,一道青紫雷铺仍然从乌云中垂落而下, 轰入炙烈火焰之中,范围比起之前更大了不少。 寒历站在火海的附近,气色平和看起来, 之前战斗所受的伤势已经恢复了过来, 只是神情隐隐有些交集。 这次链剑竟然花费如此长的时间, 完全脱离了我的掌控, 想要加快进度,也无法插手, 只能在一盘等着。 幸好血涵等人一直没有出现。 此时,下方道观之中, 一名身穿黑衣的美貌少女正俏丽于此, 正是不知何时过来的陆玉琴。 此女在道观内各处仿佛闲庭信步一般走动, 时而驻足于一间间破旧阁楼前, 时而又在一口早已爬满苔藓的枯井前蹲坐下来。 她对一双美眸不时地打亮着周围的环境, 带着几分茫然还有几分无法言明的谜理。 陆玉琴连步轻移, 最后在道观中央的祖师堂前停住了脚步, 望着前方一个个排位, 她秀眉微皱, 神色间看起来有些恍惚。 就在此刻, 轰隆一声巨响啊, 从半空中传来, 仿佛雷霆乍响。 陆玉琴焦躯一阵, 眼中恢复了几次清明, 急忙走出道观, 朝着半空中望去。 至今一道耀眼清光从半空中的火海之中腾起, 形成一道青色的光柱直冲天际而去。 庞大无比的剑气从青色光柱中散发出来, 火海顿时翻滚起来, 半空中落下的雷电也被剑气影响, 有些紊乱。 火海之前, 含了眼睛一亮, 不等她做什么轰的一声巨响, 又是一道青色光柱从火海中腾起, 散出可怖的剑气波动。 紧接着, 一道接着一道的青色光柱冲天而起啊, 几乎是转瞬之间, 七十二道青色光柱凭空浮现而出, 散发出可怖的剑气波动, 在半空中交织, 缠绕在一起。 赤红火海仿佛狂风中的一丛火焰, 轻易被这股剑气波动扑灭, 飘散开来, 露出了里边的白石祭坛。 半空中的黑云也被七十二道滔天剑气搅碎, 消散无踪, 红然的剑气掀起一股滔天飓风, 滚滚气浪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去。 寒厉面色平静, 手中略以掐绝啊, 身上顿时泛起浓郁的星光, 然后猛地一凝, 化为一层星光金魔, 正是那真极之魔。 此魔刚刚成形, 滚滚气浪便轰然而至, 几乎将寒厉的身形淹没于其中。 与此同时, 覆盖在他周身的真极之魔上顿时光芒闪烁,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 但任凭这些气浪如何宏大, 寒厉的身影始终窥然不动, 甚至看也不看这些气浪一眼, 一双眼睛只是动也不动地盯着那白石祭坛。 飓风席卷开来, 下方风顶的密林尽数在飓风中化为粉末, 地面也被刮掉了一层, 变得平整无比。 那几座道观也被飓风波及, 道观周围的尽致已经被雄山尽数破解, 眼看着也要被飓风掀起撕裂。 就在此时, 陆雨晴娇喝一声, 手中清光一闪啊, 那柄青色雨剑浮现, 猛地挥出, 一股青色狂风从雨剑中飞射而出, 形成一个青色龙卷风柱, 把整个道观笼罩在里边。 半空席卷而下的飓风, 虽然已经衰弱了不少, 但仍然冲击着青色龙卷风柱, 震颤不已。 陆雨晴面色一白, 猛然咬破舌尖, 张口喷出一道血光, 没入手中雨扇内, 青色的雨扇, 灵光大放。 上面的一根根羽毛, 宛如孔雀开平一般, 尽数张开, 随后在一连串扑扑的破空声响中, 纷纷脱手飞出, 融入青色的龙卷风柱内。 龙卷风柱顿时轻光大放, 而且较之之前, 胀大了不少, 也随之稳定了下来。 气浪很快席卷而过, 然后慢慢地消散开来, 整座飓风晃动不已, 无数大小不一的山石纷纷落下, 仿佛下了一场石雨。 片刻之后, 道观周围的青色龙卷风消散开来, 露出里边的道观, 并未受到损伤。 陆玉晴有些喘息, 胸脯微微地起伏, 但神色却颇为平静。 他翻手取出一枚丹药符下, 眼睛朝着半空望去。 半空之中的火海, 雷电异象, 瞬间消失无踪, 只有一个白色祭坛悬浮于半空。 祭坛之中悬浮着一座, 数十丈大小的刺目清光, 仿佛一轮青色的太阳, 让人无法直视。 韩丽眼见这一幕啊, 眼中露出惊喜之色, 忍不住踏前一步。 就在此刻, 那青色太阳陡然光芒大放, 炸裂开来, 绽放出一道道刺目之极的清光, 每一道清光都是一道锋利无比的剑气, 发出刺耳的锐笑。